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Toto 我现在来到桃园这里 今天我们要吃的这家餐厅叫做 Mr.May 义士百会蜘蛛餐 自从我们最近吃了一些蜘蛛餐之后 好像越来越喜欢蜘蛛餐这种形式 那等一下我们一起去吃吃看Mr.May 他的表现会是如何吧 G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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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包含我們後方的所有的自助吧胎 那這邊的內容呢跟我們的PIZZA 都是我幫你包含在裡面的 平日的話PIZZA比較特別一點 它是幫你用點的這樣子 喔喔喔 那一種口味的話可以最少兩片沒有關係 那主餐的部分我們也有 其實幫你做一個升級的方案 比如說我想點一個扳機 我們就是基本價錢再幫你加旁邊的68元 好 謝謝你 只不過我覺得今天的話 我比較想要吃它的自助吧的部分 那等等我們就去拿東西來吃吧 那我就不想要吃喔 等一下 那我幫你吃�vin' 不想要吃的 那看起來不用吃了 或者是不能吃東西 那是不想要吃吧 那真的不想要吃 那是不想要吃吧 就是不想要吃的 然後不想吃 那平日不應該吃 然後就把笛子勾回到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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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啊各位 我已经拿完第一轮的料理了 还有我刚刚跟他点的披萨已经来了啦 那我们开动吧 我们先用这个清汤开开胃 这味道还蛮清爽的 我们跟他点披萨啊 你一次就要先跟他点这样一圈啊 但是你一圈披萨啊 你可以选择四种口味了 总共八片了 川味麻辣牛肉 厚 厚薄四种的饼皮加上这个调味 好 那紧接着我们来吃吃看这个 海鲜百会口味 这披萨上面有海瓜子鲜虾 还有章鱼等等的佐料 吃起来我觉得它这个鲜味很丰富耶 但是说吃到这边啦 我有点想要先吃冷盘料理了 我是觉得啦 它今天这家餐厅啦 我光是吃它的自助吧 应该就很够了啦 所以我才想说 我们就不要点它的主餐了啦 摆一下 它这个白虾 我感觉到有点鲜甜的味道耶 真的应该很适合沾这个五味酱 我觉得它今天这个海鲜的等级 算是很OK的耶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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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它这蛋菜吃起来也是新鲜的耶 今天这个品质算是很OK的耶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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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哦 诶 喔 各位啊 剛剛店家招待了我一盤 弄死主意耶 喔 這個好有重量感喔 我先把它放下來 它這個五味醬根本就是冷盤好朋友啊 啊 至於喔 它這邊也有這個花枝啊 那我們來吃這個主餐吧 它這個拼盤 它就包含了三個主菜耶 那我覺得我們應該先從牛排開始吃吃看好了 喔 它這個牛肉插下去就流出滿滿的肉汁耶 喔 好汁喔 哇 雖然說咬起來有一點帶筋 但是它的味道是西餐廳排餐的味道 很薄耶 那我們來加一點它的玫瑰鹽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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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啃一下這個排骨 喔 喔 天啊 我怎麼感覺這個反而比較像是每次餐廳會出現的東西啊 嗯 嗯 而且它炸的肉質十分軟嫩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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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那塊脂肪含量非常的高啊 欸 一瞬間整個油到嘴巴裡擴散開來啊 喔 那感覺好舒服啊 嗯 它比起剛剛的牛肉啊 它這個肉顯得非常的夠味 而且容易救口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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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的金黃酥脆的蒜片搭配上這個豬肋排 喔 它是一個油上加油的組合啊 它讓我的味覺覺得是一個很美妙的感覺啊 我們再沾沾看它這個醬啊 各位啊我覺得它這個醬就顯得有點普通了啊 那接下來就是這個烤雞的部分了 essions Colon 好 remake resentment 是感覺到它這個肉並沒有什麼脂肪的含量啊 它那個肉並沒有什麼脂肪含量啊 可是它卻不會像一般的鸡肉乾彩啊 算處理的還不錯呢 自己一個人喝這麼多肉 這感覺好爽啊 接下來吃吃看烤雞翅 我們再吃吃看它這個現場的烤雞翅 我光剝開這個雞翅我就覺得說 果然有課金的就是不一樣啊 如果你是烤雞愛好者的話 我覺得可以去點一個它這個半雞吃吃看 因為課金的真的比較好吃 好順口喔 我們就這麼的解決掉這個 那接下來來到椒麻雞的部分呢 可惜它這雞肉冷掉了 好可惜它這雞肉冷掉了 沾滿滿的 我覺得它是用磅腿的部分來做椒麻雞 這很有誠意耶 而且它這個醬的味道非常的豐富喔 那接下來我們再吃這個炸魚壞了 它這些炸物料理啊 都被剛剛的披薩 還有拼盤給耽誤了 它這個炸魚 它這個炸魚竟然是多利魚耶 然後它額外再加上這個香濃的條醬 哎唷 來吧 那我們再來吃這個 嗯,它就是个洋葱圈而已啊 完蛋了,我们刚刚前面吃了那一盘课金的东西之后 我突然觉得它这些自助吧的鸡肉就突然有点花容失色了 那接下来终于到这个熟食的部分了 哇,先来吃一下这个蒸蛋啦 我觉得这个蒸蛋味道还蛮家常的耶 但它旁边搭配海鲜我觉得还不错耶 经典肉丸 各位,我觉得这东西很狮子头耶 它这个调味给我感觉就是非常的中央餐厨 嗯,没错 那接下来我们再处理这些披萨吧 做这个顾客对得很好 我觉得我要再去拿一点饮料来喝 好久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叫你自己吃掉这些披萨 我觉得好像有点太硬了 但没关系啦 这个部分的话就让我吃给各位看就好了 好了 那我们再去拿第二轮的东西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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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OK啦 各位 我拿了第二輪的料理了 然後我拿的都是比較清淡一點的東西啦 還有包含這個生菜沙拉 我覺得我的味蕾獲得救贖啊 現在進入中年了 我覺得偶爾還是要吃點蔬菜的 我們再吃這個酥皮啊 這真的是酥皮濃湯的酥皮耶 沒有這跟你馬虎的耶 哎唷 那這個時候我們可以來加一點 現磨胡椒 我覺得喝濃湯怎麼可以少胡椒粉的調味呢 那接下來我們再吃一點淡菜吧 欸各位啊 新鮮的淡菜就該是這樣啊 早上清水煮過再加上五味醬 它就很好吃了 我們等一下再去拿點什麼東西來吃好了 是呀 我來很現在 吃飽了 好吧 小水煮過 小水煮過 你已經煮過了 書 我去喝了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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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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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們吃完冰淇淋了啦 那等一下我們就去外面做結尾吧 OK啦各位我現在已經在他外面的停車場了 那我們來說說今天吃Mr.May的想法好了 我是覺得啦今天這一家餐廳的表現 它是屬於比較義式的家庭餐廳風格啦 我覺得今天他這邊的餐廳風格 別有以往我家牛排跟貴族四家那種風格 我們今天吃一餐啊438元含服務費了 我覺得以這個價格 而且是不限時又付停車位的狀態下吃這一餐 真的沒有什麼好挑的啦 但是我是認真的建議來這邊吃飯 最好是三人成型啦 不然你一個人單點那一披薩 或是兩個人單點那一披薩 你應該會吃得很累喔 那另外還有一個建議就是 你可以先吃它的排山或自住吧 披薩等你暖身暖夠了 你這點也沒關係 那等一下我準備回去休息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還有你有什麼推薦的吃到飽餐廳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我看到就會去回覆啦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啦 掰掰 掰掰 我們下個影片見啦 掰掰 我們下個影片見啦 掰掰 我們下個影片見啦 下一pm